台军所谓汉光40号时兵演习将于7月登场 演习将不再有预演 而是将呈现实战化和去中心化两大特征 台军这一变动有何用意 时事评论员谢南为您深入解读 台立法机构改革复议案闯关未能通过 民进党不死心 蓝白绿政党博弈进入新战场 各自的街头宣讲活动继续上演 如何评价各阵营表现 蓝营声称台立法机构改革上路后 将线索定新冠疫苗采购等四大弊案 这当中有何考量 两岸时事评论员王峰 谢南 谢志传带来全面分析 巴以冲突持续外溢 6月22号 野门胡塞武装城 骑机了美军部署在红海的 艾森豪威尔号航母 对此美官员予以否认 但五角大楼证实 艾森豪威尔号已经撤离红海 前往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母港 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此时撤离 释放什么讯息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又为什么担忧 黎巴嫩可能成为另一个袈裟 时视频的袁苏晓辉有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诗元 首先来关注 两高三部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 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发布后 舆论持续关注 有部分民进党政客叫嚣 恐吓台湾没有用 遭台军退役少将栗正杰讽刺到 恐怕很多民进党人员将会提心吊胆 而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议会会长 李正宏则强调 意见不涉及广大台湾同胞 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 相信所有支持连和平发展 与捍卫祖国统一大业的台胞都乐见其成 多部门于21号发布实施的 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当中 明确规范缺席审判机制 最高可判处死刑 甚至可以终身追责 对此民进党政客反应激烈 台湾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22号宣称 任何伤害两岸关系的事情都应该避免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照 柯建明则是叫嚣说 意见只是装腔做事 并扬言不要恐吓台湾 一点用处都没有 民进党籍民代吴思瑶也叫嚣说 意见要造成台湾民众心里的恫吓与压力 扬言守护民主的责任在民进党 对此台军退役少将栗正杰却认为 意见的出台会让很多民进党人员提心吊胆 我特别要说这件事情就是你赖新泽搞出来的 我觉得很多的这种民进党的人员开始会提心吊胆 这个陆委会让他讲说破坏两岸之间的同胞的情谊 问题是说你自己对人家没有情谊 你现在去讲人家破坏情谊 对赖新泽不抱任何希望 这是我们最担心的 当他不对我们抱任何希望来讲 我觉得两岸的隔阂是越来越大 那如果说赖新的还持续在这边 借着这个新两国论在这边要跟中国斗的话 其实吃亏的还是我们台湾自己的老百姓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议会会长李正宏则认为 意见的出台受到台商高度关注 相信所有支持两岸和平发展与捍卫祖国统一大业的台胞都乐见其成 他强调意见不涉及广大台湾同胞 针对的是极少数企图以任何形式破坏两岸和平发展 与祖国统一的顽固分子投机分子 奉劝其莫再心存侥幸 否则必将遭受严厉惩罚 此外香港舆论也高度关注意见的发布实施 香港大公报22号整版报道意见相关情况 并发表社论指出 震慑台独顽固分子的最有效方法 就是让他们付出代价 解放军的多次围堕演习 展现了解放军随时可以粉碎台独图谋的实力 推出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的意见 则封死了法理台独等分裂国家行径的后路 香港文汇报22号发表社论称 意见依法严惩台独分裂犯罪 是中国大陆针对一段时期以来 一系列台独分裂行径的严正回击 是一项非常及时有利有成效的法律措施 通过法律手段打击岛内台独顽固分子 实现反分裂反台独的目的 意见不仅明确针对了过去常见的法理台独 更加有针对性对以外谋独 文化台独等分裂行径明确了违法认定 香港商报网21号晚援引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观点称 意见明确规定 与外国或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 实施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行为者 依法从众处罚 有效阻止台独分子 祈求外部反华势力打气撑腰 以外谋独 同时向外力划下红线 正告外力不得插手台湾问题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我们再来关注 据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国务院透露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21号在台北与美国国务院及台外事部门的代表 举行磋商会议 重申美方支持台湾地区 所谓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和其他国际论坛 对于美方此类操作 外交部曾多次严正指出 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 必须也只能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 报道称 美国国务院22号发表声明表示 台湾地区的专业知识 在因应当前最紧迫挑战方面 提供了相当大的价值 包括国际公共卫生 粮食安全 航空安全 及气候变迁等领域 根据声明 美方代表重申美国长期以来 对台湾地区所谓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 和国际社会的承诺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 以及国际民航组织ICAO 台湾事部门22号对此表示感谢 声称双方同意继续紧密合作 透过创意方式扩大及强化所谓国际支持力量 争取进展及突破 针对美方一再炒作所谓台湾地区 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或其他国际组织的话题 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此前曾严正指出 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 必须也只能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 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 没有任何依据理由或权利参加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 这是联合国宪章的规定 是全体会员国必须遵循的原则和应该履行的义务 林剑强调 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挑战 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 打台湾牌必然撞到南墙 支持台独必将引火上身 奉劝美方站在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一边 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遵守联合国大会做出的郑重决定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恪守美国领导人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承诺 停止以任何方式冲撞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 红线 就此话题 我们要来请教台湾史评论员王峰先生 王先生您好 从蔡英文的任期八年到现在赖清德就职埋怨的结果来看 美方的所谓支持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 是否又只是嘴上说说呢 我想有关于联合国的相关的活动 台湾当局是非常想参加 这个就是他们谋独的一种心态 希望能够借着参加联合国的活动 达到他们所谓台独的阴谋目的 我们非常清楚民进党当局是一美谋独 可是美国还有一些境外势力 他们就是诱台谋独 诱惑台湾 引诱台湾 勾引台湾 谋独 来达成这些境外国家 他们的地缘政治野心目的 当然美国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因为美国他不希望他在第一岛链 他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 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而烟消云散 美国怕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烟消云散 所以他养了很多狗 比如说像台湾 像菲律宾 像韩国 像日本 这些狗的目的 并不是美国奸善天下 并不是美国爱这些地方 或者是国家的人民 而是爱美国自己的全球利益 所以也来搞这么一招 用诱台谋独 用所谓参加联合国的一些活动 让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赖清得爽 至少让他能够易赢台独 他不能够真正的去进入台独的洞房花竹叶 可是他易赢一下总可以了吧 那美国当局就是用这种易赢的方式来勾引台湾当局 用这样的方式怎么样呢 外销转内销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他是外销转内销 什么叫外销转内销呢 右台谋独 可是实际上是增加民主党的选情 谢谢王丰先生 刚刚那王丰先生的剖析很尖锐也很直接 让我们听了心中意境 在台独分子治下 台湾是什么样的立场 什么样的地位 这样还看得不够清楚吗 一定要摇尾起怜 让台湾的处境变得真正的可悲可怜吗 我们再来关注 台军所谓汉光40号演习的时兵科目 将于7月22号至26号登场 据台湾媒体披露 本次是台军演习层次最高 参演兵力最多 对抗性最强的联合攻防作战系列演习 同时也是赖清德就职 及岛内政坛人士调整之后的 首次派军力检验 报道称台军所谓汉光40号演习 为期五天四夜 将没有以往的预演 而是开展无预警下达状况 台湾媒体指出 近年不断要求实战化 但部分科目仍持续被外界批评 沦为表演性质 例如时常在屏东加路堂 进行登陆作战的联星草演 昌龙农场进行反空降作战的联云草演 今年度将不会出现在民众面前 取而代之的是 各作战区在自己战术位置的练兵 台军方高层指出 为落实实战化训练 将取消大部分展示科目与教育 且因演训时 平凡现身 邻里接到夜宿战术位置 如果台军士兵被拍到服役不整 遭上传社群将不会被惩处 台军人士指出 今年汉光演习的状况 实施原则是连续与联动 前者代表五天四夜期间 必须踩全程日夜连续性演练 因为战时不可能要求敌人 不要晚上来 因此将透过全时段 实时实地夜间训练 验证部队的能力与限制 细节会随时调整 并下达临时状况 另一方面则是要求将 实兵实时实地做到最大化 据了解 2024台军所谓汉光40号 实兵演练重点之一 为验证去中心化指挥管制 目的就是要落实确立接战规则 授权与责任区分工 验证基层部队在战时 因通讯中断 部队主官有权力下达 任务命令的独立接战能力 台湾媒体报道指出 对于今年台军所谓 汉光40号演习的实战化改变 不少一线的台军官兵 都明显感受到了差异 甚至有点不适应 台军方高层私下不讳言 这是美方持续要求之下 做出的重大改变 但距离理想仍有一段距离 相关话题 我们来请教在北清眼波市的 时事评论员谢南先生 谢先生 想听听您如何观察 台军所谓汉光40号 实兵演习的新变化 那么在我看来 台湾防务部门的这一系列的动作 其实是在面对我们海空军 巨大的压力时候的一个 不得不的相应的反应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什么叫做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要打破原有的 至上而下的相应的管理体系 因为他很清楚地看到 随着连岸军事实力对比的 完全失衡 尤其是我们海空军 远程作战能力的实质的提升 那么从目前来看 我们已经完全具备有 短时间迅速摧毁 台湾防务指挥体系 重要节点的能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连岸进入到一种 非常紧张的对峙 甚至是作战状态的话 那么台湾当局的 重要的指挥枢纽 很有可能就会在第一时间被打掉 那么面对这种状况怎么办 就必须要建立起一个 更加扁平化 更加去中心化的作战网络 它其实是要求台湾的各个部门 如果它的防务中枢被打掉的话 那么必须能够各自为战 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依靠 从上而下的这种指挥体系 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发现 现在台湾的防务部门 在演习的过程当中 特别强调这个所谓的实战化 不再搞所谓的预言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针对近期我们所举行的 强力的这种围岛军演的一个被动的反应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围岛军演 不仅是启动速度非常快 已经被岛内相当多的媒体评价为 是所谓的冷启动 并且我们的整个的演习的 这个实战化指向非常高 岛内其实特别关注我们的演习 由训练转为作战的 这样的一种巨大的变化 因此为了应对这样的一种巨大的变化 台湾防务部门高度重视未来 台湾的整个防务体系的这种实战化演练 特别强调由于我们变了 所以台湾防务部门不得不跟着变 但我们要指出这样的一种应对 其实无法改变一个问题 就是很难改变当前两岸军事实力对比 已经完全失衡的一个现实 尤其如果考虑到双方在防务领域 能够所投入的巨大的资源 以及所拥有的相关的潜力 我们可以完全下一个结论 就是当前两岸军事实力对比 只会进一步的失衡 并且台湾防务部门 面对中国大陆的远程打击的话 很有可能是没有招架之力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 强调这样的一种变化 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一种 聊甚于无的一种无奈之取 谢谢解读 刚刚谢南先生的聊甚于无是异于重地 民进党施政这些年两岸都很清楚 所谓汉光演习 演给台湾自己看的成分居多 好的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回到海峡 新感谢 速效精准 去玩字 白衣也无拘留痕 习科学就永迫了 保护生物多样性 珍爱森林 珍爱湿地 美丽家园 精心呵护 生活中细菌无处不在 常威胁孩子健康 还好有舒服家 新洗手液 益均保护高达99.9% 更有新沐浴路 12小时深入保护 舒服家 健康专家 护全家 米粒虽小 均陌生 勤俭节约 留美名 毕浪洗衣科学 这么难洗的油字 怎么洗都还是会留痕 奇难题 交给毕浪 毕浪新升级洗衣粉 升级洁净配方 速效精准 去玩字 白衣也无拘留痕 习科学就用毕浪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 如果您错过 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 可以通过福建IPTV 宽带智能电视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 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我们再来关注 台行政机构 对台立法机构改革条例 提出的复议案 21号 在台立法机构被蓝白两党联手党下 随后民进党扬言要提出所谓视线 面对新战场 蓝绿双方的宣讲活动 也在这个周末持续进行 蓝银痛批 民进党的做法是在撕裂台湾社会 只要和民进党的利益相违背 他就会想尽办法封杀 台立法机构改革复议案闯关 未能通过民进党不死心 在基隆开讲时 直接放话称 针对台立法机构改革条例的反对动作 还没结束 民进党22号持续在台中市龙井区举办 反滥权护民主宣讲活动 强调青鸟行动需要长期抗战 呼吁民众持续站出来 民主是会倒退的 市政也会倒退 需要大家一起来守护 拜托大家勇敢听船 林又昌声称 现在中国国民党加上台湾民众党 实际上是台立法机构的所谓执政党 叫嚣蓝白两党不应该当家闹事 以台立法机构改革法案包装滥权或权 对此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 民进党无所不用其极 保护自己的政党利益 为了巩固自身权利 也怕过去弊案被揭露出来 所以不会留给社会大众任何空隙 只要中间有空窗期 台立法机构进行调查 民进党大概就撑不住了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怒批民进党搞双标 欺骗台湾民众 过去民进党的委员 他们也都曾提出改革法案 让人有精神错乱的感觉 这就是典型的什么 双标 已经造成这会失恋的更加严重 新北市长侯友宜 22号和朱立伦一同出席 新北厂的宣讲活动 而他上次出席党务活动 是在2024选举后的卸票活动 台湾媒体指出 将来台立法机构改革条例若顺利上路 国民党方面已锁定四大弊案 包括新冠疫苗采购案 超私进口弹争议 小吃点进口快筛试剂案 以及光电绿能弊案 调查权跟听证权 是不是可以避免将来的执政党 再继续搞出弊案 台湾媒体指出 台立法机构改革条例 彰显民意对民进党当局的监督 绿营一再阻挡 是背离民意 为党义一意孤行 台立法机构改革条例 复议案表决后 除了蓝绿外 台湾民众党22号晚 也在台北市举办反贪腐 护台湾反造谣要真相活动 党主席柯文哲到场宣讲 抨击民进党制造对立 制造仇恨 背叛台湾人民的是民进党 针对台立法机构改革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22号晚间 率党部成员启动街头演讲 柯文哲表示 民进党赢得了选举 这段时间没有看到正事 却只看到对立 民进党就是正事不干 只有制造对立 制造仇恨 民进党带头在做假新闻 假消息 把这个年轻人骗到这个街头上去 其实在这一次要在复议的时候 我就知道 像这一次民进党 要在动员那个青鸟活动 就不太容易 为什么你知道 广化讲第一次可能会有效 但是讲多了还是终究会有问题 台湾为什么诈骗很多 因为民进党就是最大的诈骗集团 当天晚间到场的台湾民众党 台立法机构党团总照 黄国昌还预言 将在24号揭发台湾超司公司 鸡蛋采购弊案 我会完整的跟大家报告 为了掩饰 为什么一个50万元的公司 可以接到盟委会 发意的标案 台湾民众党近期公事连连 给民进党带来了不少麻烦 也因此成为民进党的眼中钉 反莱竹骨干医生苏伟硕指出 当施政党是台立法机构少数党 有强硬时 就容易有法西斯的倾向 加强在内部找敌人 制造内部对立 而赖清德现在所有战略 都为了保证2028连任 其设定的最强政敌 是瓜分年轻选票的台湾民众党 因此他一上台 就在两岸议题上 搞所谓统独对立 在内部走蓝绿对抗 顺手将蓝绿基本盘打稳 最伤的是白影 空间被完全压缩掉 相关话题 我们来请教两岸时视频论员 首先要请教王峰先生 台立法机构改革复议案 闯关未能通过 民进党是早有规划 把一窟二闹三上吊的信码 全部演了一个遍 进行深度动员 而蓝白这边则是 展现出了团结合作 那么您如何来评价 各个阵营的表现 尤其是这个民进党 您如何来评估 它后续的动向呢 赖清德刚上台的时候 就在酝酿一场 急风骤雨的街头运动 就是所谓的青鸟 这个青鸟就是典型的 街头运动 希望用街头运动的这个青鸟 来跟民进党 居于少数的立法部门 能够两者 能够汇留 汇留在一起 形成2014年的 太阳花运动的复制 复制版 复刻版 山寨版 可是呢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 当家不闹事 那可能很多人会疑惑说 既然当家不闹事 为什么他要闹事 这就是辩证法 一个辩证法则 他当家就是要闹事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立法院 民进党没有当家 是韩国瑜在当家 所以他们认为 在立法部门 他们是失去政权的 他们要从清鸟 或者说是其他的议会斗争 两者的斗争汇留起来 夺取立法院的这个政权 所以他们又搞罢免 用罢免 用街头运动 用议会斗争 整个把它集结在一起 这个就是所谓台独工作者 现阶段在台湾岛内 从事政治斗争的他的本质 他的本质就是 把美国西方的颜色革命 拿来做一种异化 拿来做一种转型 拿来做一种活学活用 来作为他决取政权的 一种方法论 谢谢解读 再来请教一下 在北京的谢南先生 我们看到蓝营内 韩国瑜 侯友宜等要爵士 纷纷的亮明立场 那怎么来看待蓝营的 深度动员 同时我们也在看到下一步 如果是台立法机构的改革 能够成功的上路 蓝营表态将先锁定 新冠疫苗采购 超私等四大弊案 那这其中又有怎样的考量呢 赖清德在面对 嘲笑野大的格局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退缩的迹象 他就是想要以强制强 他就是想要利用 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力 包括他所掌握的 相应的行政机器 以及深律台独分子的支持 强硬的向在野党示强 以此来要求在野党退让 因此在面对这样的一种 强硬的民进党和赖清德的话 如果在野党尤其是国民党不进行深度的动员 不能够有效的动员 他的相应的这种地方执政支援 以及他的有声望的政治人物 以及他的支持者的话 那么面对民进党的这样的一种强悍的 这种执政的这种作风 未来的国民党很有可能会面临再一次的失败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国民党不仅需要深度动员 并且还需要形成一个 自下而上更强力的这种政治团体 以及政治力量 坚硬的告诉民进党 如果民进党不按规矩玩的话 那么在野党会以更强硬的手段 进行相应的回击 而从目前来看 国民党也很明显锁定了几个大案 要求进行相应的调查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超私进口案 和疫苗采购案 很简单 因为这个案子的民怨极大 在台湾社会内部有高度的共识 要求对这几个案件进行相应的彻查 当然我们要指出 从目前来看 民进党和赖清德不会后退一步 甚至他们在面对在野党的时候 不会轻易的选择退缩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 虽然前一段时间 这个所谓的复议案 是以在野党的胜利而告终 但是这对于在野党而言 只是一个新的 更加艰难的斗争的开始 未来我们可以预见 岛内的朝野的恶斗 只会上着一个更加激烈 更加白热化的境地去发展 那么这其实要求国民党 未来必须要更加的团结 才能有效应对如此险恶的境地 岛内压抑已久的民怨 终于要清朝而出了吗 民进党显然是不会坐以待毙的 那么接下来就难免会有 一场场的恶斗 而台湾社会势必也会更加的撕裂 谢谢谢南先生 那我们再来请教 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先生 在这一场持续多时的政党博弈当中 我们看到台湾民众党被认为是受伤最重的 原因是被赖清德给盯上了 那么您如何来评价 民进党尤其是新潮流系割喉割道断 不给对手喘息空间的政治手段呢 赖清德就是因为他的得票只有四成 他觉得非常的丢脸 因为原本投给他的选票呢 通通跑去支持柯文哲 尤其大部分是年轻人 这一点让赖清德愤愤不平 他一直在寻导机会 想要把那些选票拉回来 譬如说找民进党的干部 出来开这个直播 很可惜的是年轻人不买单 现在又透过动员所谓的青鸟包围立法机构 但是又事与愿违 来的都是老年人 以往的年轻族群少之又少 那么攻击柯文哲赖清德想说 把柯文哲打烂票自然就会回来 其实他想错了 台湾的年轻人现在是痛恨民进党到极点 你怎么拉都不会回来 毕竟蔡英文的八年已经是恶贯满盈 从这个疫情开始 从口罩、酒精、快筛、疫苗、鸡蛋 种种都是弊端 现在通过立法机构的改革案 要来查这些弊案 民进党又不给 年轻人都看在眼里 再加上通货膨胀非常的严重 连鸡蛋的价钱也是非常的昂贵 所以年轻人当然是痛恨民进党 所以赖清德无疑是吃人说梦 他打击民众党只会适得其反 他现在越打反弹的力量越大 柯文哲正愁没有美光灯 他现在更可以以苦肉计 营造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身份 来博取同情 说不定柯文哲还能因此获利 现在就差这个继续政治恶斗下去 搞到最后对卓仲泰投下不信任案 那么立法机构全面改选 到时候赖清德就可以知道 等到他面对最新的民意的时候 他可能会悔之莫及 不妨算得再清楚些 赖清德的得票率乘以投票率 客观上来说 他仅仅是一个获得了岛内 28%民众支持的绝对少数领导人 只有这么一点支持度 还只会在别人的身上找问题 甚至有胆子制造矛盾冲突 那么这么做和自掘坟墓 又有什么区别呢 好的 谢谢三位嘉宾的解读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到海峡新冠线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冠线 我们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话题 近期八亿冲突持续外溢 6月22号 野门胡塞武装称 袭击了美军部署在红海的 艾森豪威尔号航母 对此美国官员予以否认 据了解 在红海部署了八个多月的 艾森豪威尔号 目前已启程 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 诺福克的母港 22号野门胡塞武装发言人 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 该组织使用导弹 在红海袭击了美军 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 萨雷亚没有透露 袭击的具体时间 但强调成功达成目标 对此美国中央司令部 当地实践22号发布消息称 过去24小时 美军在红海海域 击毁了三艘 野门胡塞武装的无人艇 胡塞武装还从其控制区 向亚丁湾发射了 三枚反舰弹道导弹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或其他重大损失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 近期有关胡塞武装 成功袭击美军艾森豪威尔号 航空母舰的说法 毫无真实性可言 另据报道 当地时间22号 大批以色列民众 在特拉维夫举行游行示威 要求以色列政府 立即实现停火指战 让被扣押的人员 早日获释回家 组织者估计 即22号的示威人数 超过15万人 称这是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 规模最大的抗议集会 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 前局长尤瓦尔·迪斯金 在向人群发表讲话时称 内塔尼亚湖 是以色列最糟糕的总理 巴以战火未消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 却面临升级 22号 以色列国防军称 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巴嫩南部 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军事目标 包括军事观察哨和军事基础设施 一名黎巴嫩逊尼派民兵组织成员 遭到以军袭击身亡 一名为哈马斯和黎巴嫩 伊斯兰集团提供武器的 武装人员被打死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声称 该武装当天使用导弹 袭击了黎以临时边界 以方一侧多个以军目标 包括以军哨所和基地 黎巴嫩卫生部19号 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截至当天 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 已经导致黎方1774人伤亡 超过9.5万人流离失所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对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 不断升级 深表关切 伍特雷斯指出 中东冲突扩大风险真实存在 停止敌对行动和走向永久停火 是唯一的持久解决办法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 消息人士称 美方日前向以色列方面保证 如果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展开全面战争 美国将向以色列提供所需的安全援助 但不会派遣地面部队 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市的 时事评论员苏晓辉女士 苏女士您好 艾森豪威尔号航母于 2023年10月13号前往红海 它是美国对胡塞武装 袭击商船行动回应的一部分 也是美国在巴以冲突爆发后 采取的军事部署之一 那么如今 这一艘航母突然撤离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 已经离开红海 进入到地中海 这一次的撤离 与其说是胡塞武装 打退了美国的航母 不如说美国是被逼走的 其实此前我们关注到 胡塞武装已经三次表示 对于美国航母发动了袭击 而美方极力地否认遭受到了打击 并且发布了一些图像 来证明美国航母没事 其实美国方面对于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当然从能力上 从这种军事技术方面 是有进行拦截的能力 但是几个月的部署下来 我们会观察到航母非常疲劳 而且在胡塞武装不断打击的过程当中 美国已经看到 从军事方面对胡塞武装进行压制 包括对隐门境内的目标进行打击 都不足以让胡塞武装收手 而另外一方面美国也观察到的是 此前派出航母打击群是希望在红海 在航运方面保护美国的商船 以及盟友的利益 但是在过去多月当中 很显然胡塞武装的打击仍然造成了损失 美国在为达目标之下 也被迫进行调整 那后一阶段我们会看到 会有新的航母打击群 来替代艾森豪威尔号 它的相关的这种职能 但是这种替代本身 仍然不可以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我们会看到胡塞武装会继续发动行动 并且再次强调的是 只要巴以冲突仍然在延续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 美国在中东地区仍然在进行布局 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自己的行动 所以现在涉及到红海形势 最关键的并不是美国的武器装备 美国的拳头如何大 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而是当前美国的中东政策 包括对以色列的不断的偏袒和支持 造成了更多的风险点 谢谢您的分析 同时我们也想看看 您如何来看待此次巴以冲突的外溢情况 而黎巴是否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袈裟呢 其实我们关注本轮巴以冲突升级 那冲突的外溢扩大 一直是我们关注的地区形势发展的重点 而现在联合国方面发出警告的信息 恰恰说明现在里里边境 形势是有所变化 我们会注意到 首先以色列本身的目标在进行调整 在巴以冲突升级之初 以色列本身是不希望开辟第二条战线 而是希望把更多的精力 聚焦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但是显然近一时期 以色列考虑到的是所谓的一箭双雕 一方面在加沙地带 对哈马斯进行尽可能的清除 而另外一方面涉及到里里边境 以色列希望通过对珍珠党的打击行动 迫使珍珠党后退 从北部边境更多的保证 以色列方面的安全 所以现在两线作战的这种态势 变得更多的明显 而另外国际社会关注到的是 可能会造成冲突外溢的一个影响因素 是美国因素 大家会注意到 美国当然不希望中东地区出现风险外溢 造成美国更多的军事战略方面的投入 但是涉及到里里边境 现在美国有一个总体的判断 即使以色列针对珍珠党 发动更大规模的行动 那伊朗方面是不会进行 直接的介入和插手 在这样的一个判断之下 美国现在对于以色列是支持带度 尽管不愿意派出地面部队 但是并不阻碍乙军来进一步的进行打击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 外溢的风险会急剧增加 但同时我们会看到 现在对于以色列来说 尽管以色列有预定的设定的目标 是图一箭双雕 但是当冲突外溢之后 恐怕对以色列构成的 是更深的这种安全困境 而不能够更多地保证 这个国家的安全 最终是得不偿失 而另外对于美国来说 美国希望消耗地区的亲伊朗的力量 但是当局势发生变化的时候 美国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的意图 又会受到影响 谢谢您的解读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开线 去不掉的灰指甲 赶快用亮甲 专要专制灰指甲 亮甲牌复方具为铜点茶剂 中国发明专利 采用驱救生心疗法 穿透甲板 深层杀菌 去病甲 生心甲 25年专注灰指甲 得了灰指甲 一个纯人俩 反反复复 去不掉 去不掉的灰指甲 赶快用亮甲 乐泰亮甲 甚无谈人之短 切莫经济之长 物以善小 而不为物以恶小 而为之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开线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 埃里克·史密斯21号宣称 为应对所谓 中国日益增强的自信 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在几年内 向关岛部署一支 快速反应的滨海作战团 此前 美国重组部署在日本冲绳的 海军陆战队 并组建新型滨海作战团 有分析认为 美军看似是帮助日本提升防卫能力 真正着眼的是大国竞争 企图通过部队改组 强化对华 围堵遏制 报道称 在华盛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史密斯宣称 将在关岛驻扎 美国海军陆战队 滨海作战团 扬言此举是为抗衡中国 以保护日本 韩国和菲律宾 报道提到 这个新组建的作战团 将是美国第三个同类部队 不仅能使用机动导弹连 进行远程探测和交战 还能向偏远岛屿 部署小规模海军陆战队 现在为什么要成立滨海团呢 因为美国现在要搞大国对抗 继续秉持冷战思维 它可能就发生在一些岛礁上 或者就发生在一些滩头阵地上 或者就是一些特战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用海军陆战队 这种普遍的攻打的方式 或者大规模作战方式 可能就不适合 或者不能适应 那么怎么办呢 就成立滨海团 据悉 2022年3月 美国海军陆战队 首个滨海作战团 在夏威夷成立 2023年11月 美军第二支滨海作战团 在冲绳成立 日媒称 美军驻扎在冲绳的作战团 大约有2000名士兵 在紧急情况下 他们将被分散并部署到周围的岛屿 根据2023年3月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一份报告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第三个 也是最后一个滨海作战团 有望于2025年成立 其基地很可能位于关岛 对于美国重组部署在日本 冲绳的海军陆战队 并组建新型冰海作战团 此前有分析认为 美军此举看似是帮助日本 提升防卫能力 真正着眼的是大国竞争 企图通过部队改组 强化对华围堵遏制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等部门称 日美两国政府将把约 4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从冲绳 遗失关岛 还计划向夏威夷和美国本土 转移约5000人 目前驻流冲绳的美军 约1.9万人 如果整边进展顺利 将减少到约1万人 美军对外宣称 此举主要是为了减轻 美军基地对冲绳的负担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视线转向半岛局势 6月22号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 结束对朝鲜访问的两天后 美国罗斯福号和动力航母战斗群 抵达韩国 计划参与本月末举行的 美日韩联合军事演习 美国媒体解读称 演习是为了应对朝鲜与俄罗斯 所谓结盟后不断升级的威胁 据美联社报道 美国海军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 已于6月22号抵达韩国釜山港 报道称 该航母战斗群将参与预计于 本月开始的名为 自由之刃的美日韩联合军事演习 该军事演习旨在加强 三国在空中 海上和网络空间等 各个行动领域的联合应对能力 而就在此前一天 韩国召见了俄罗斯大使 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 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本周签署的 有关提供防御援助的条约 韩国海军在一份声明中说 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的到来 表明了盟国的防御态势 和对朝鲜威胁 做出严厉回应的意愿 路透社则称 此防旨在展示 对朝鲜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威慑 6月23号 韩国总统办公室 国家安保市长张虎镇又警告称 如果俄罗斯向朝鲜提供高精度武器 韩国援助乌克兰将不涉险 6月1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朝鲜 进行了24年来的首次访问 并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签署了 包括共同防御承诺的协议 协议承诺在发生战争时 两国相互提供防御援助 普京表示 北约对亚洲地区国家构成了威胁 全球局势要求伙伴国家 共同强化法律法规基础 俄方认为这非常重要 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签署的新合作协议 不构成对韩国的安全威胁 也与俄乌冲突无关 另据美国国防部网站 当地时间22号发布的消息 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下周罗斯福号核动力航空母舰 将离开印太地区 前往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 据了解 美军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 将接替艾森豪威尔号 部署至中东地区 就美航目的和参加军演的相关话题 我们要来请教苏晓辉女士 苏女士 您如何观察美航在俄朝最新签署了 条约之后这一系列的动作呢 其实从近一时期 东北亚地区的一系列的变化 包括近期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访问朝鲜之后 朝俄关系的升级 其实从背后我们可以看出的是 美国的地区战略 包括与地区盟友 日本和韩国之间的互动 带给地区更多的不确定性 其实大家会关注到 美国在加强与盟友合作的时候 涉及到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 美国当然试图扩大这个威胁的信号 要把朝鲜作为威胁 要加强军事方面的施压 所以此前韩国总统访美期间 美韩之间就和磋商建立了磋商的机制 那么美日韩三方互动 也以应对朝鲜半岛安全威胁 为一个重要的合作的方向 那么现在美国拉拢日韩 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加强小三角的合作 也以朝鲜半岛的安全形势的变化 包括俄罗斯和朝鲜之间关系的升级 作为一个契机 所以美方希望的是盟友和伙伴 在这种不安全感的影响之下 更多地靠向美方 加强同盟体系 以及小三边的建设 使美国的地区战略 获得更多的进展 但是美方的这种做法 恰恰是刺激地区局势 不断变化的一个负面的因素 说到朝鲜和俄罗斯之间的互动 很显然此前美国对地区的投入 美日韩的互动 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朝鲜和俄罗斯之间 在试图应对这种战略方面的变化 而另外一方面 现在美国又再次派出战略武器 抵达半岛 与盟友之间加强军事方面的合作 其实是进一步的推升地区的形势 所以在这样的硬碰硬的过程当中 加剧朝鲜半岛东北亚的 这种安全的风险 美国仍然在发挥着不光彩的这种作用 同时也在造成地区安全局势 尤其是紧张因素的进一步的累积 谢谢苏晓辉女士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概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概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概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博TV 今天的海峡新概线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期节目